大家好,大家早安 我是謝熙的小禮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TagAway的新款 大聲一點 之前這是TagAway的R1 它現在升成了 它現在變成R2 就是TagAway Guide 我們把這個開箱一下 神機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把所有的包裝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它全部的分物件 它的白色的包包 然後這個給運動攝影機用的 這個像GoPro的夾子 那個座 然後還有一個普通的四分之一連接座 以及它的本體 跟後面的這個小兔型的這個東西 待會跟大家解釋什麼 還有非常重要的說明書 以下待會講解案例請記得說明書 就是這個 使用前先測試一下它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確保穩定之後再放手 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它的R1跟R2有什麼不同呢 這是 這是R2 然後這是R1 我們從側面可以看到這邊 我那個食指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做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 就是R1的部分呢 是這個底座 R2的部分呢 它做了一個小的球型雲台 就是說你可以自由的調整它的方向 所以說在其他很多角度的時候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一個部分是它所附贈的 呃...呃... 呃... 它這個...它有搭配這個手機夾座 之前R1配合的是這個... PH02的手機夾座 PH02的手機夾座呢 PH02的手機夾座呢 是採用轉的 然後把它這樣夾住的設計 然後...現在R2的設計呢 我現在用這個iPhone5 4.7吋的手機 把它卡上去 然後大家還是不明啊 這個是做什麼的嘛 就是...它變如果比較大的時候 你看我這個... 非常弧形的 有些手機夾很難夾的這個手機 好...夾上去之後呢 然後怕它不穩定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 有點像吊嘎或是比基尼 又把它套上去 把它套上去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安穩的一個... 一個...固定物 好... 接下來... 跟大家說一下 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使用的範例 通常啊...我們會去... 騎腳踏車 然後... 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拿來當手機導啊 你可以把它裝上去 這個Turic 5味這個啊 有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 它可以這樣轉 你快速的這樣旋轉 然後到一定定點的時候 你再把它套一下 然後就可以更省力的 把它完全固定住 這樣呢... 你去... 起車的時候呢 你去... 不管是去... 楊明山啊... 金山旅遊啊... 騎腳車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導航 或者是... 你可以把上面的這個... 把這個上面的座 把這個上面的座 拍成是GoPro式的 然後變成一個 運動攝影機的一個... 嗯... 你可以搭配我們STIA的小舌頭剪輯 就是說... 你可以過得更好的... 一個視野的角度 也可以搭配凹凸凸凸凸凸凸凸... 然後 先把它鬆開一下 另外一個使用方式呢 就是官網上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說你出門要帶爬山爬到一半 然後想要自拍怎麼辦 它就是什麼都能夾 你路邊剪一隻手那個樹枝 那就把它夾上去 當然你還是要先確認你的樹枝 硬度 確保一下安全 放開前都會先檢查一下關節 那你就可以非常就地取材了 就大家一起來自拍 或者是 另外一個 小方法 這是剛剛上班走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想到 你帶一個小夾桌出去 然後忘記帶桌上去腳下怎麼辦呢 從背包拿出個水瓶來 然後再稍微的調一下角度 然後再稍微的調一下角度 它立刻就是一個 非常輕巧的一個 看你要直播啊看電影啊 一個小型的桌上去腳腳腳腳 你看放開一個600毫升的水 加上一個Takeaway的小夾 小夾桌就變成非常方便的一個組合了 這樣是我今天的報告 我忘了跟大家說這個價錢 這個部分R2是1799 然後 就是上面這個 新版的手機夾桌部分 是499 歡迎大家來一切實能事可以來使用 上面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的嗎 沉重 沉重的部分 如果你在腳踏車上面使用 這樣哄哄哄哄哄哄哄 它官方的建議是在300公克 也就是一台GoPro 然後靜態的部分呢 是說3公斤 不過 還是建議您實際測試的時候 確保它的穩定度再放手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電視 好,謝謝大家 那手機夾到最大可以夾到多少 我這隻眼睛到了5.5吋 快到6吋了 還是弧形的 我這樣都是夾得上去 那後面的橡皮筋有得換嗎 嗯 後面橡皮筋是它的復健 是它本身本體裡面的復健 有說 有可以更換嗎 它應該是算耗材 耗材嗎 嗯 這部分要再詢問的場上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